当您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时 是否曾经见过他们 或许您的身边就有身心障碍儿 或许他就是您的家人 您知道吗 身心障碍儿家庭的困难远超过你我的想象 依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发展期款儿童发生率 约占儿童人口数的6%到8% 身心障碍儿的主要照顾者是他的家人 往往父母将所有时间与精力 完全透支在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 而失去正常的生活 此外 有近三成的家长曾有自杀的念头 而有九成以上的家庭表示 希望能被社会理解和接纳 由此显示 对于身心障碍儿家庭而言 社会的理解、友好和支持 是非常急迫且重要的一环 天使新家族 率先看见社会还没看见的 是台湾主要以身心障碍儿父母 及其健康手足为关怀对象的机构 天使新家族创办人 林兆成与萧雅文夫妇 人生前途原本一片灿烂美好 却因为生下两位极重度 和重度发展迟缓的孩子 经历了人生最黑暗 最漫长的作者与艰辛 我们做过很多的产检 没有医生告诉我们会 生下永今 大女儿是其中度发展迟缓这样的孩子 更没有医生在产检跟我们讲 我们还会有第二个这样的孩子 到一个地步 我甚至我觉得活不下去 要带孩子自杀 正当最绝望的时候 靠着信仰的力量 他们擦干眼泪 以崭新的眼光 重新看待他们身心障碍的孩子 这些孩子 就好像是上天所赐可爱的天使 Angel 我们称之为爱奇儿 陪伴他们走很长的道路的 这个历程的理念 我发现永今跟易华 一直在教导我 学习放下我自己 学习按照他们的样子 去接纳 去爱他们 我的快乐并不取决于 他们是否健康 透过孩子 他们学会了无条线的爱 接纳与包容 基于多年切身经历 凌兆成肖亚文夫妇深深感到 父母先走出来 孩子才有希望 在台湾 有多少跟我一样的父母 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走过 这么困难的历程 有谁会去关心他们 有一次我们也是去分享快过圣诞节 之后我们就分享完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是整个的讲座的主持人 突然就说 有没有人要跟这个 造成亚文他们认识的 可以到前面还是什么 竟然有一个爸爸从旁边 跑得很快 跑得很快 跑没有几步 有一个妇人抱个两个孩子 去一眼一看就是 这两个孩子一定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甚至他为什么要到前面 他是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讲还会有笑容 他们都想去死 当我们彼此再一次分享的时候 他突然就提出一个想法说 我们能不能一起在 牵着手一起走下去 因为太孤单了 我突然有一个念头就好像说 其实每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它的难处 如果我们手能够牵着手 把孩子再牵起来 可能有一个人倒了 但是这个圈圈就不会倒 那一次我们的聚集促成 想要成立天使心 于是在2002年 发起成立了天使心家族 并于2006年11月 正式立案为 财团法人天使心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 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团体的结合 更多更广地服务爱奇学家庭 让他们在照顾孩子的路上 有一个温暖的陪伴 当我们这些父母亲在彼此 分享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份困难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非常能够通力接纳的 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父母之间的这些交流 也让我们有很多力量 当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 在比较低潮的时候 我觉得孩子是 他可能还要承受我们的一些情绪 可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反应 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抗争 可是我觉得 父母如果走出来的话 其实 呃 我觉得 我觉得这几年我常看到的 女儿他就是很开心 对他看到 爸妈都很开心 他就很开心 其实我很感谢天使星 安排这样的课程 然后让这些 家里有身心障碍儿的手足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需要 然后看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个性 然后也让他们 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们也是被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天使星家族 最宝贵的一个资产 其实是爱的力量 当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能够学习爱对方 支持对方 陪伴对方 我觉得这才是 面对爱奇儿家庭挑战的 最大良药 如今天使星家族基金会 整合不同专业资源 提供家长与手足心理支持 专业辅导与关怀 喘息等各项服务 并持续在校园 企业 社区 及各城市推动友好观念 促进社会氛围的改变 天使星家族 成立到现在 陪伴了数千个爱奇儿家庭 度过漫长的黑夜 愿所有支持爱奇儿家庭的朋友们 持续给他们一声加油的喝彩 在困难的时刻 让爱的种子 不断地扩散出去 父母先走出来 孩子才有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Dietlow